國內的新冠疫情 昨天新增一萬兩千三百九十七例的本土個案 已經連續十天降溫 而由於目前疫情趨向穩定 指揮官王必勝表示 未來防疫方向將會調整 輕症確診者的隔離方式 從現行的五加N 五天隔離 新冠疫情持續降溫 十三號週一新增一萬兩千三百九十七例本土病例 較上中醫同期減少約四分之一 死亡則有五十四例 其中約一半 有二十六人連一劑疫苗都沒打 包括年紀最小的十個月大男嬰 他有發展遲緩等疾病 去年十一月底快篩陽性 當天晚上被家人發現昏迷無反應 緊急送醫 搶救四天仍不治死亡 為兒童第四十四例死亡個案 本土疫情連續十天較前一週同期下降 外界關注疫情指揮中心核實解編 指揮官王必勝表示 接下來還有三大工作方向 分別為加強次世代疫苗接種 調整輕症確診者的隔離方式 以及修正確診通報定義 未來輕症確診者隔離 將從現行五加N改為零加N天 但目前沒有上路時間表 至於基因定區方面 上週不論本土或境外的主流變異株 仍然以畢業點二點七五為主 其他變異株都未超過一半 尚無成為主流的優勢 此外隨著各國陸續解封 新冠疫苗和快篩劑傳出 都會因商業化而價格變貴 讓民眾自費購買和接種 對此王必勝強調 新冠疫苗至少今年都是公費 不會有自費 記者 廖市民 蔣龍沙 特別報導